刘磊今年32岁 在一家装饰公司上班做销售员 每个月工资有5000多块钱 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 应该算是低收入吧 所以刘磊比较自卑 特别是在他的岳父岳母面前 他总觉得抬不起头 刘磊的老家 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 父母养育了哥哥和他两个儿子 哥哥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 帮那父母将刘磊供到了大学毕业 刘磊参加工作后 和同事袁晓丽谈起了恋爱 袁晓丽是城里人 她父亲在国土局上班 母亲以前在学校教书 现在已经病退在家 她家的家庭条件比刘磊家要好得多 袁晓丽是家里的独女 很得父母的宠爱 当她父母知道 女儿的男朋友是农村人 而且家庭条件疲寒时 都不太支持女儿选择这样的结婚对象 可能袁晓丽从小就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 养成了她单纯简单的性格 她喜欢刘磊便是喜欢 不会从物质上去考虑选择男友的标准 所以对于父母门当户对的观念 她并没有放在择偶的第一位 父母宠爱女儿 最终只得接受女儿的选择 但她很担心女儿跟着刘磊嫁娶农村吃苦 就对刘磊提出了一个要求 你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来城里做我们的上门女婿 刘磊感觉很不舒服 妇奴好不容易将自己培养长大 正她该给父母尽孝的时候 岳父岳母去让她做上门女婿 这对于她来说 不仅是自身没有面子的事 更是不孝顺父母的行为 她怎么能答应呢 为此 她向袁小丽提出了分手 但袁小丽不答应 死活要跟着她 小丽还跑去了刘磊的老家 向刘磊的父母求情 希望他们答应 让刘磊入坠到他们家里 小丽说 只要刘磊答应做上门女婿 她父母一定会格外尊重女婿 而且 袁小丽还保证 她始终是刘磊家的儿媳妇 以后他们和刘磊大哥一起 共同承担着 为公公婆婆养老的责任 看到袁小丽如此有诚意 刘磊的父母想 小儿子入坠到儿媳妇家里 多岳父母的帮持 对于刘磊 自然是更好的生活选择 他们做父母的 只要儿子生活得幸福 他们不一定非要将儿子留在家里 是吧 而且 刘磊的哥哥 已经在农村成了家 就陪在他们两老身边 有大儿子在农村老家守护他们 让小儿子做上门女婿 其实 这也是不错的安排 所以 刘磊的父母 便没有阻止儿子 去做上门女婿 相反 他们还帮得小丽劝美刘磊 让他安心在城里发展 和儿媳妇经营好他们的小家就行了 在父母和女朋友的百般劝说下 尤磊终于答应了岳父岳母的入坠条件 和袁小丽在城里执行了婚礼 也住到了岳父岳母家里 其实 岳父岳母在这个小区里买了两套房 就在楼上 就在楼上和楼下 尤磊和袁小丽住在七楼 袁小丽的父母就住在六楼 也算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空间 尤磊心里窃喜 只要和岳父母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他还可以和妻子过二人世界 那以后的日子应该不错吧 但是 事情并没有刘磊想象的那么简单 岳母没有上班 就在家里做家务和煮饭 岳母不仅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单单静静 还包揽了女儿女婿家里的所有事物 每天刘磊下班后 袁小丽就等在家中 拉着刘磊下楼去父母家吃饭 有时候 刘磊忍不住抗议 小丽 我们家也有厨房 我们自己做饭吃 不是更自在吗 袁小丽皱着眉头 就撒娇地说 老公 吃现成的饭不好吗 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煮过饭 我老妈的任务 就是烧饭给我们一家吃 如果我们不去赏脸 她一定会失望的 尤磊说 以前你是家里为出嫁的公主 岳父岳母当然宠你 不让你做家务 可现在 我们已经结婚了 有自己的屋子 还天天去打咬岳父岳母 这不像话吧 袁小丽却笑声说 老公 别矫情了 我真不喜欢自己做饭 我们就去爸妈家吃饭吧 我宁愿每个月 交两千块钱 生活费给老妈 这样我们 多落得轻松 是吧 袁小丽不由分说 拉着刘磊 就使劲敲父母家的门 刘磊的岳父打开门 看着女儿就称怪道 都结了婚的人了 还这么没大没小的 怎么 你们两口子又来蹭饭吃呀 袁小丽嬉笑着说 爸 我就是到了八十岁 也还是你的女儿啊 来啃爸妈的老 不是是理所当然的 是吗 刘磊被袁小丽 拉着进岳父家的门 听到岳父的话 她脸上就有些挂不住 感觉自己跟着老婆来蹭饭 很尴尬 心想 下次肯定不来了 可她哪里降得过袁小丽呀 岳母板个脸 放好碗筷 过意说 你们小两口记住 下月要交生活费咯 老妈不是你们的免费保姆 袁小丽还是嘻嘻地笑着 她知道爸妈这都是玩笑话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仍然对老妈做的饭菜照吃不误 可是 尤磊的面体有些薄 她觉得 岳父岳母是在说自己不懂事 她只是女婿 听天到岳父岳母家蹭饭吃 的确有点不像话 但是就在前几天 她拿了一粒信封 装了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交给岳母 可是岳母并没有收 岳母说 我们只是和女儿开玩笑的 尤磊呀 你不要见赖 妈做好了饭 你想来吃就来 就像回自己家里一样 知道吗 尤磊不好意思地点头 如果岳母收下那一信封 她到岳母家吃饭 自然会变得坦然很多 可是 最终那一信封 却被妻子一把抢走了 小丽装多生气的样子说 好啊 尤磊 你有钱对我老妈生活费 也守不得带我出去旅游 这钱我这没收了 去买一个我喜欢的包包 作为对你的惩罚 岳父岳母和袁小丽 独无所谓地开着玩笑 尤磊却始终觉得尴尬 袁小丽和她的爸妈 可能早已经习惯了 这样相互打趣的生活状态 可是刘磊却在岳父母家 坐如针殿 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没法浓污烫的生活 岳母做的菜很清淡 而且每一顿饭 几乎多有一虾 大多是一些海鲜类的菜肴 麻辣味等重口味的菜肴很少 刘磊以前的家庭条件不太好 吃的多是大众菜 她也已经习惯了那些回锅肉 青椒炒肉的味道 对海鱼的味道 她真的书上喜欢 可是她不好给岳母提意见 有一次岳母问她 喜欢吃什么菜 尤磊只说了句 我从小喜欢吃麻辣川味 岳母却说 川味菜很多都是重口味 炒菜需要放很多的食用油 吃多了对身体无益 我们应该多吃鱼呀 等一些白肉 减少脂肪 多增压蛋白质类食物 少吃猪肉 这样才能避免肥胖 小岳牙 你以前不合理的饮食习惯 应该改变了 岳母的道理一大堆 虽然刘磊提为意见 说了自己的饮食爱好 可是岳母根本不会采纳 刘磊觉得有些逼屈 如果她在自己家里 但自己的母亲说 她想吃辣椒炒肉 母亲一定会无条件地 做给她吃 可能 这就是生活在自己家 和岳父母家的区别吧 岳母手里持有女儿 女婿加了房钥匙 等刘磊两口子去上班后 她总是会去他们家 帮她收拾家务 这本来应该算是一件好事 可是岳母总喜欢自己做主 将女儿女婿家里的家居板设 和她们房间里面的生活用品 都换成她所欣赏的样式 例如 游磊喜欢暗色的床单被套 可是岳母却悄悄给他们 换上了大红的被子 游磊躺在那样的红色被套中 很不自在 她忍不住对妻子抱怨道 以母亲的品位和我们的很不同 她老是自作主张 你这劝劝岳母吧 袁晓丽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女子 她从小在母亲规划的环境中长大 自然习惯了母亲的爱好 所以她在生活方面并不怎么挑剔 但她也尊重丈夫的艺人 于是跟母亲也提了意见 但是岳母却在饭桌上 正色对留恋说 我让你们摄红色的年被 也是为了好一头 让你们小两口 早点为我摄一个孙子 等我抱上孙子或孙女 我就不干涉你们的事情了 春节的时候 刘磊想和袁晓丽去云南自驾游 可是岳母却让刘磊开车 送当的老两口去登山待庙 刘磊和袁晓丽都有些不任意 可是岳母说 去庙宇转转运 一年的生活万事如意 你们年轻人不懂 就应该多听我们老年人的话 刘磊啊 你虽然是我们的女士 但你是入坠到我们家 就应该像我们的儿子一样 多尊重我们的生活意愿吧 刘磊无话可说 只好听从岳父母的安排 在春节期间 开车带着他们到处登山灌庙 岳父岳母到完得开心了 可是刘磊却觉得索然无味 终于 在吴磊和袁晓丽结婚的第三年 袁晓丽生下了一个拿海 全家人都很开心 岳父说 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子 吴磊 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所以这孩子应该跟我们姓袁 你看醒吗 刘磊听了 心里堵得慌 袁晓丽看到丈夫不高兴 就对父亲说 爸 你怎么这么保守 你要考虑一下 刘磊和他父母的感受吧 我觉得 孩子应该跟了姓刘 这样他们父子俩 接后出门也有面子 刘磊的岳母做过教师 所以 他有一些亲身体会 这一次 他居然站在了女儿和女婿之点 他的老伴说 以前我当老师时 单上也有一些孩子 是随母亲性的 但这些孩子 容易受别的孩子取笑 从小他们就感觉自己 与别的孩子不同 容易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 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 后来这些孩子大一部分 又改成了父亲 所以我觉得 还是让孙子跟的女婿姓刘 可能会更好一些 袁小丽很同意母亲的话 刘磊也觉得 这次岳母的说法很明智 岳父虽然起初很不乐意 但家里人投票三比一 他终于还是妥协了 然而还让刘磊生气的是 她老儿子虽然姓了刘 但岳父必须要让孙子的姓名 以加上缘 所以 儿子最终取名叫刘远 刘磊觉得 儿子的名字一点都不好听 可岳父一再坚持 他没有说话的权利 心里觉得很憋屈 他想 自从自己入坠到岳父母家里 他们一家人行事都只顾自己 他在这个家毫无话语权 什么事都只能听从岳父母的安排 自己过得真是太窝囊了 刘磊觉得 自己虽然工资不高 但他也一直在上班 并没有吃软饭 岳父岳母自视他们 是城里人 家里经济条件 比自己父母家强 就丝毫不尊重他 让他在这个家里 一直唯唯诺诺的 没有自主权 刘磊都有些后悔了 他当初真的不该答应 入坠到岳父母家 那样 他在自己的小家庭里 做事情都能够自己拿主意 也不会像如今一样 做人太失败啊 当然 刘磊的儿子自出生后 这一直让他岳母带着 这也省去了他们夫妻俩的不少麻烦岳父母 除了让他们夫妻负责孩子的奶粉钱 并没有提另外的要求 所以刘磊的工资虽然不高 但他和小丽在家庭胎支上 倒也没有发过仇 当初他按揭买的小车 也势力慌忙地贷款 可是不久后 刘磊在上班的时候 却突然接到他大哥打癌的电话 大哥在电话里说 小雷老爸病了 现在在医院 医生说爸必须要动一个手术 家里的钱不够 你快拿些钱到医院来看咱爸 刘磊马上得单位领导请了假 他等到医院的时候 才知道父亲是心脏病突发 医生告诉哥俩 他们父亲的手术费 加上后续的保养费 大大要15万元 医生让他们快点准备好手术费用 病人的病情不容拖延 大哥在家里务农 没有什么收入 一家人东拼西凑 只凑足了5万元 比手术的缺口还很大 刘磊和妻子在城市生活 平时吃穿用度都不懂节约 加上生孩子也花了一笔钱 夫妻俩只有3万人现款 刘磊只好到处找同事借钱 但大家都有车贷房贷 一时间也无法帮上刘磊的忙 这样刘磊急得像肉骨上的蚂蚁 几乎无计可施 也不能寐 任小丽看到刘磊焦育的样子 就敲敲她的脑门 无所谓地说 老公 你去找我爸妈想办法呀 他们工作了几十年 向他们借几万块钱周转一下 应该不成问题 刘磊果断地摇摇头 郑瑟说 小丽 你最好不要在岳父岳母面前提这事 平时我已经觉得很自己无能 如果我父亲生病 我还开口向他们借钱 你爸妈会更加悄无其我 你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袁小丽见丈夫态度坚持 也没有再吭声 但是两天后的中午 刘磊在岳父母家吃饭 岳父察觉到 你血哀声叹气 又神无主的样子 忍不住问女儿 小丽 刘磊是怎么了 她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小丽抬起头 就迎上丈夫制止的目光 她一言又止 在父母的一再询问下 袁小丽还是说出了 刘磊眼前所遇到的困难 小丽的父亲责备女儿说 你是刘家的儿媳妇 你供我生病住院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们 刘磊的岳母也对刘磊说 刘磊啊 你是我们的女士 有什么困难 就应该立马告诉我们 一家人怎么还这么见外呢 岳父和岳母连饭也顾不上吃了 他们当即就去房间换了衣服 下楼买了看望病人的水果和营养品 让刘磊带着他们老两口 去医院探望亲家 到了医院病房 岳父对躺在病床上的亲家 说了好一大番安慰的话 让他好好地养病 刘磊送岳父到病房外的时候 岳父从他的医兜里 掏出一个信封来 递到了刘磊的手上 刘磊不解地看了岳父 岳父指着信封对女婿说 你们小两口平时就是月光族 以后可要注意存钱了 连能遇到的重要事情就束手无策 老爸也是给你们提个醒 你不要多心 这信封里是银行卡 卡里有十浪块钱 逆码是小利的生日 你快拿去 先把你父亲的手术费交上吧 如果不够 就再跟我们开口 刘磊拿着信封 心里感动不已 他一直觉得 岳父岳母性格冷傲 打心里就看不起他这个女婿 平时也没有真心关心过他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 岳父却能如此尽心尽力地帮他 他真是错怪岳父岳母了 想到这里 刘磊惭愧不已 他眼里躺得热泪 真情实意地对岳父说 爸 真的谢谢你们 岳父拍拍刘磊的肩膀 慈爱地笑了 刘磊呀 我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都应该互相帮忙 你心里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 这钱我们不急用 你不用马上还 你还是快去照顾你父亲吧 好好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因为有了小利爸妈的帮忙 刘磊的父亲 势力做完了心当手术 手术后 他恢复的情况也很良好 刘磊台车 将父亲送回老家休养的时候 父母多对他说 你岳父岳母 都是大度的好人 你勿赘到他们家 也就是他们的儿子 你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做一个称职的好女婿 刘磊使劲地点头 从那以后 等他和小利 再去岳父母家的时候 他心里竟然感觉到 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温暖 因为刘磊终于知道 岳父岳母 虽然和自己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都有不同 但他们是真心关心他的长辈 那么 他相信 在以后时间的磨合中 他们一家一定会相处得 越来越融洽 越来越和睦 大家觉得呢 就会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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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